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新聞很有趣 我覺得LIFT這家公司 你可能想說LIFT是什麼 不是抬起來嗎 它的拼法是LYFT 那它的發音跟LIFT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寫一下LIFT是把東西抬起來 甚至在一些國家裡面LIFT也可以叫電梯 所以搭LIFT 香港好像就是 OK 所以它的拼法LYFT換一個這個 我猜它就是把I變成了U 但不管了 不管它 所以這個LIFT是在幹什麼的 它跟UBER基本上是一樣的公司 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進台灣 所以這家像UBER一樣的公司叫做LIFT 它現在可以讓你來付什麼東西 你的Tinder的約會對象的這個RIDE 所以RIDE這個字呢就是搭個車就是RIDE 所以要是你今天出門 有一個人專門載你 你可以叫他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你的指定駕駛 特定駕駛 像就代價也可以 像不是那個代價喔 不是付出代價的代價 我這裡也打一下 就代替駕駛的代價 你大概懂了喝酒啦不要開車啦找個代價 所以你可以叫他Designated Driver OK 所以你的Designated Driver can give you a ride 所以Give you a ride 就是讓你搭個車 或許叫搭個便車 Give you a lift 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所以RIDE這個字跟LIFT這個字 在這個內容裡面是可以互相替換的 所以要是我要去哪裡 然後你要去哪裡 然後好像有點近 我問你你在開車嘛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讓我搭個便車呢 Can you give me a ride Can you give me a lift Give right give me a lift 好所以 這邊再說了到底是什麼 再說一次 所以LIFT這家公司現在讓你付什麼東西啊 付你的TinderDate的Ride 那這裡的Date這個字就 我需要把它講清楚一點點說真的 OK 所以Date這個字 這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重點 Date當然有日期的意思 可是也有約會對象 而這個約會對象並非交往對象 他只是約會對象 例如說我今天開了一個Pod 然後你會來 然後你說會帶一個朋友一起來 我說好沒問題 歡迎你來 所以你們來了之後 你就介紹了 Hey Paul this is John And he's my date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跟我講說 He is my date 我就會知道 他是你今天的這個 來這個Pod的一個 一個帶來的朋友 所以你們兩個今天就是 Go on a date So you went on a date with John 我們就用這個名字好了 所以 You went on a date with John 就是你跟John就約了一個會 所以你來我的party OK You guys are on a date And he is your date 這個都只是約會對象 不是交往對象 OK 而交往呢 就要把Date當作動詞了 OK 當作動詞 所以前面的日期是名詞 OK 好煩喔 這裡上全形半形 有時候真的常常會很焦頭爛額的 好現在弄對了 所以約會的對象也是名詞 而且這就是 還沒有交往喔 所以我要強調一下 非交往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把它講真的很清楚 OK 非交往 那要是你們有在交往的話 要把它當成名詞 所以如果你把這一個 You went on a date with John 然後覺得 He is not a bad guy 然後你跟他說 John and I are dating 這就表示你們在交往了 所以正在Dating中 這才叫做交往 OK So 那如果你們交往了三年之類的 四年之類的 So We have been dating for a while 這樣子 For three years OK So We have been dating 如果今天講的是一陣子 或者是 We have dated For 多久多久 也是我們交往了多久 那 一樣 再把動詞說下去 如果編過去是有可能嗎 有可能 例如說你在五年後 那你跟John約會了三年 交往了三年 結果五年 結果三年後分手了 又過了兩年 所以就是五年後 我不敢把故事編那麼複雜 不管 懂我意思啊 你就可以說 We John and I Dated for three years 這表示你們曾經交往過三年 這樣聽懂的意思齁 那我這裡再多補一個 就是很雞巴的東西了 既然 Date這個字 如果是動詞 當成交往的話 有沒有別的詞 能夠替換它 會不會可以讓你 比較不confused 一點點 我現在介紹這個 可能會讓你更confused 不過還是要講 所以在這裡面 如果說 John and I are seeing each other 所以我這裡補一個 另外的說法 就是seeing each other 所以你這樣說也可以 一整個喔 然後dating也可以 John and I are dating 兩個意思都可以 所以see each other 也可以表達 這是在交往中 所以你也可以改成 We have been seeing each other for多久多久了 Right 這樣也ok 但你不是dating each other 你只要講dating就可以了 你不用講dating each other 聽起來很囉嗦 很繞舌 所以你可以說 可是下面你看 We have dated for一段時間 你可以改成 We have seen each other for多久了嗎 我覺得也不是不行 可是啊 可是最後一個 你跟John約會了三年 約會過三年 如果你改成 John and I saw each other for three years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ok 所以最後一個 是不能換的 所以它並不是任何的情況中 都可以做替換 並不是這樣子 ok 所以 如果你這裡改成這個的話 大概也行吧 ok Alright 所以補充到這裡大概 算夠了齁 所以date這個姿勢的用法上 好囉嗦 那希望講到這裡你懂了 ok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 講了半天還沒進這個故事 我搞什麼鬼 所以它讓你付錢 讓你的tinder dates 能夠搭個車來找你 或之類的這樣子 好 所以希望這可以jumpstart dating 能夠真的鼓勵大家 來開始約會吧 這樣jumpstart dating 再看下去 Now that in-person dating is making a comeback 所以他認為這個作者說 現在這個 就是in-person dating 就是我跟你見面 面對面的dating ok 所以現在in-person dating 是making a comeback 就是正在這個 像例如說 誰誰退休了 然後現在試著要來 重新 像Michael Jordan 或什麼這些的 一些球員 退休了之後 再回來再打打看 或拳王 或之類的 make a comeback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突然間想不起來 中文該怎麼說 可是你大概懂意思啊 so make a comeback ok so現在他覺得 in-person dating 是在make a comeback so tinder and lift want to encourage more of those face-to-face encounters 他就想要鼓勵更多的這種 面對面的encounter 所以face-to-face ok應該沒問題 ok in-person也可以 還有一個詞叫做in-the-flesh 就是親自見到了 所以 我有機會親眼見到柯文哲的話 我可能就會在面前模仿他講話吧 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要個清零計畫 ok 好 anyway so in-the-flesh就是 本人見到的一個概念 ok so in-person in-the-flesh 好 然後 再看下去 so as teased in March 所以三月就已經tease過這件事情 tease有調校開玩笑的意思 可以有這家公司 可能有試試看 推一點點出來也不一定 so the tinder app now includes an explore hub 所以有這麼一個新功能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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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re的 hub這個字叫做交通樞紐這些概念 好不管了沒關係 所以他可以讓你 let you buy a lift ride for your date 所以你看這個your date是什麼 你的約會的今天的對象 不是交往的喔 再強調一次 you don't have to exchange address or location 你們是不用互換地址或者 就是任何的location的 不需要地點的 you just send a credit 你給他就是一個加值的一個服務 給他一個credit with a set destination if you prefer 所以不見得 這個credit呢 是一定要有一個 選好的地方的 可是也可以有 所以有一個 destination就是一個地點 所以這邊這個destination 這個字 其實destiny這個字叫做緣分 ok 那destination變成是一個目的地 所以你可以設有一個目的地 如果你要的話 例如說某個電影院之類的 and your date does the rest 而你的約會對象呢 就可以把其他處理完 其實也就是上車嘛 對不對 so the credit is only useful for drop-offs 所以這個credit 能用的 就只是可以把人放下來 所以能夠放在一個什麼地點 所以drop-off就是這樣的意思 within 所以強調一下 a drop-off for drop-offs within a half mile of a set destination 所以也就是只能在你 設好的目的地的一個 半英里的範圍內 所以你不可以搭這個車 然後就跑到高雄去找你姑媽之類的 不行 ok 然後還說 這個都是他願意付的 沒有這回事 所以他如果說 我要你到那個電影院去 你就只可以在電影院的半英里範圍內下車 你不可以離開那個範圍 so 所以這個drop-offs呢 是within a half mile of a set destination and you'll get a refund for any unused credit 所以要是沒有用完這個credit的話 你還得到refund refund就是退錢 這樣子 ok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your would-be bow will travel to the other end of town in other words 所以你就的確不用擔心啊 你這個 忽花舌舌會 跑到沉的另外一邊去 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你的這個 would-be 就是等一下才會的 你還沒見到面嘛 所以有的 would-be 什麼東西的 像例如說你要跟誰結婚 還沒結 你就可以介紹這是我的 would-be husband ok 所以這個 would-be就是 後來才會的 Alright 所以他的motivation很清楚 就是encourage Tinder user 他的動機很清楚 motivation 非常清楚 非常obvious ok 這兩個字也認識一下 雖然說是很生活的字 motivation 動機 obvious 這個字不好念 因為有個b有v在裡面 obvious obvious so the motivations are obvious so會給這個lift driver more business 就是相當於給我們的uber driver 更多的生意可以做 Right 所以這樣tinder user 就不會只在那邊 text message 或者在那邊看彼此的影片 或之類的 maybe Alright 好 所以大概就ok了 我們講到這邊 來我們複習一下 複習時間 Alright 所以這裡複習時間 包括有像剛剛講的lift這個字 有把東西抬起來 甚至我們講過像有一些禁令 我們把禁令給解禁了的時候 也是用lift這個字 所以我們講說 lift the ban 就是把這個ban禁令給解除掉 ok 所以他故意取了一個同一個字 lyft 變成它的服務名稱 跟uber是一樣的 那這個lift跟ride 也有一樣的概念 所以搭個便車叫做 give somebody a ride or give somebody a lift 那要是你是請代價的話 那就叫做designated driver 多講一個詞 我們在棒球上有一個指定打擊 跟我們指定駕駛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designated hitter 我們懂棒球的人知道dh so designated hitter 就是指定代打 ok 那date剛講半天 名詞的話 日期可以 也可以是你約會的一次幾次的對象 都叫做date 可是要是真的交往了 那就叫做dating ok 動詞 對不起 所以你跟誰交往了三年 所以你跟那個人dated for three years ok so you've been dating somebody 就你已經跟他約會了一陣子 應該就是交往了一陣子 ok 好然後很多的時候這個動詞也可以用c 所以我再多補一個句子 就你問人家說 欸你有沒有男朋友啊 你當然不一定要問 do you have a boyfriend 這聽起來好直接齁 那你可能可以說 are you seeing anybody are you seeing anyone right now are you seeing anyone presently ok 這意思也就是在問你現在有沒有可以約會 這樣子 或者應該講 呀可以約會 能不能交往 那也可以說 are you available 這是比較老派一點的 我年輕一點的時候聽過的問法 我覺得現在問起來好像也怪怪的 are you available 聽起來不見得 好像一定在講約會這件事 但 那也是可以啦 就你問的比較 你的口吻可能 有點遲疑一點點 are you are you available 那人家就可能說 你大概是那個意思 ok 好 所以然後make a comeback 就是一個東西一個人一個產品之類的 正在make a comeback 要回來再 回到這個領域裡 再嘗試一下自己 或之類的 make a comeback 這樣子 我真的不太知道 腦袋中有時候中文轉不過來 這該怎麼解釋成中文 好啦不管了 我的重點不是這個 好 in person是當面的 好親自的 in the flesh 剛剛也講過 遇上誰 然後就是親眼遇到 親身遇到 不是親眼遇到 好ok 然後destination 剛剛講的是一個目的地 所以它的服務就是 你可以設一個目的地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 半英里的範圍內 可以讓它下車 所以這個是drop off 還記得嗎 drop off 所以像你剛剛講搭便車好了 我搭了你的便車 你把我在這個忠孝新生站 把我放下來就好了 You can drop me off at the忠孝新生 station 大概這樣一個概念 ok destin你是緣分 或許你記得另外一個字叫fate 也可以啦 ok 那refund是退錢 沒問題 然後would be是後來就是會怎樣的 這樣 還沒有結婚過門的妻子 但是你的would be wife 這樣 ok 那他們的motivation非常的明顯 就是希望可以給lift driver 更多一點business so their motivation is very obvious they wanna give more business to the lift drivers ok 所以對這個新聞 你有什麼想法呢 你是不是tinder user呢 如果你是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好方便喔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送來我家當做外賣一樣 聽起來好噁心喔 不太對 好anyway 我是Paul 到這裡就好了 我們下次見 t未來